今天非常高興在這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營地一起來與大家敬拜神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是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信息說 很多的動物都盯著我 它不只是這樣子 我剛剛唱這個 剛剛唱的說我們一家 我們就是 我們成為一家人的時候 有比較調皮的弟兄姐 我感覺說我們一家都是人 神造人有祂獨特的地方 因此我們每一個人是造我們的時候 有他的形象 所以今天我用這個題目與大家一起來分享 活出真我 要把剛剛借著我們所作的這個羅馬書 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那沒有開始之前呢 我們現在是特別一演了 他特別看過我們過來一個印的 非常好的一個program 那昨天也一個非常好的program 因此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若我們不只在這裡聚會 我們是有一個非常有次序的來 我們就是來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跟藝人來說說謝謝 也特別謝謝 這個是黨內人團系的弟兄 我們一起來做這事情 真是我們一家都是人 我們成為一家人 感謝主 我們一起來做個禱告 指揮的主我們在天上 就是當你創造我們的時候 把你的形象賜給我們 我們謝謝你 不只是這樣把你生氣 吹在我們鼻孔裡面 讓我們這事情有成為一個 又有靈的活人 所以我們謝謝你 救助今天在這段時間裡面 接著這是人的話的後面 主要讓我們弟兄弟弟聽到神的話 人的話實在不能算什麼 但是你的話語這是安定的體驗 你的話語這是讓一切的生物 一切的生命得以安定 我們求你天上的一切幫助 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身心靈 這是用心靈跟誠實來敬拜 我們同一一個禮 在祖母能得到想造就 能夠活出真我 能夠把你創造的原意 到你的身心上 讓我們都要發出來 我們謝謝你 再感謝祖高 後面的心情的文字 祖母 祖母 昨天呢 姐妹們有很好的感情的分享 叫做情緒的管理 我是偷偷坐在後面 因為我們要孩子們去看 就坐在後面跟大家去聽一聽 我覺得在一個 一個retreat的當中的時候 我們身心靈各方面得到 所謂的更新 我們看到我們就在感情上 讓情緒的管理上也能夠有所 有所這樣的一個合作 他們有機會的時候呢 弟兄們也能夠在這方面呢 也能夠有所學習 因為我們從陳恩前面 上他這個神卷之後 他都是舞蹈系 我會在介紹說 我們台灣台灣說 我上感情的包袱 因為他常常都跟我講說 你們這些學理工的人 只注重IQ 很少注重EQ 那的確是我們在公司裡面的話 就講究我知道什麼 我講究的是 我是法國說知道能夠行出來 這是我們常常有所想像的 因此我們管我們所做的 我們所想的的 常常來定義自己 其實你剛剛倒過來 他教我一句話 叫做I know I am I do 先知道自己是誰 因此我們從自己當中去表達出來 法國說用I do 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用做的事情來定義我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不同的一個理念 所以在這裡我也受到它的影響 因此我用這個活出真國 與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個信息 那麼剛剛我們讀到 李慧的弟兄 Avind帶我來讀到這個羅馬書 今天的話重點是在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其實我要把後面這個羅馬書 一起有機會一起來與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今天要把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特別與大家一起分享 那麼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有人一個牧師這麼說 當你讀到羅馬書第一章 四二章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的時候 每一次都好像第一次去讀一樣 那麼各位弟兄 就能夠坐到這裡 那我讀經的時候我跟各位提出來 我今天用這個怎麼樣讀經的方式呢 用一二三十五這五點呢 我附帶來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是一讀再讀兩種版本 你去看看中文的聖經 也看看英文的聖經教育 這樣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去了解 一讀再讀兩種版本 三言主題到底它說些什麼 用一兩句簡單話說出來 然後四呢 四方探討 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五是什麼 一是一讀再讀 兩種版本 三言主題 四方探討 無論 剛剛這個小主題在聽我說 他說是物體脫平 是物體脫入 物體脫入 那這物體是什麼呢 我們的眼睛 耳朵 我們的口 我們的手 我們的腳 大家都是提的 我還沒想到鼻子該怎麼用 我的鼻子想要怎麼用 我的鼻子想要怎麼用 我只是溜溜大順啦 所以我們用這角度一起來思考 假如你是一個目到的朋友 或者是已經剛剛出現的朋友 這五個是非常好的一個 一讀再讀 兩種版本 三言主題 四方探討 物體脫入 所以給經文這樣的資討要幫助 所以活出真我 活出真我 活出真我 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題目 剛剛我在預備 什麼叫做 在預備到說 活出真我 我剛好看到一篇文章 這邊文章是講的 兩點我就很有意思 一個是 我的理想 理想的我 欸 你們想到這個 再講一句話 這很有意思 我的理想 理想的我 欸 你想到我啊 這個是不是在玩弄這分子遊戲啊 到時候先想一想 這我的理想跟理想的我 又是什麼不一樣 首先是不是叫理想 我們想說理想是什麼呢 你查字典的話 理想可以當作名詞用 也可以當作動詞用 對不起 形容詞用 比如說名詞是什麼意思呢 名詞它叫做一個idea 比如說一個完美的理念 理想也是傑出的典範model 理想是一個最終的目的 object or objective 或者是呢 它是一個高貴的原則 這是理想 那麼什麼是一個形容詞呢 是符合完美的標準 這是理想 比如說理想先生 理想夫人 我的理想等等 可以當名詞用 也可以當作形容詞來用 好 那麼假設我說 讓各位來想一想 我的理想 中間畫一個中間 旁邊是理想的我 各位想天際是什麼東西 你想一想 我的理想 中間是一個空檔 後面是理想的我 理想的天上我 謝謝你 沒有想過 或者說 也許你說 我的理想 and and 理想的我 這表示兩個不同的觀點可以 看天and 我的理想與理想的我 這是一個不同的觀念 或者說 我的理想或理想的我 這表示一個選擇 我選擇我的理想還是呢 還是理想的我 and or 也可以用數學的不等號 我的理想 不等於理想的我 這表示說 你去生吃過 那若是說 我的理想 用數學的五號 接近於理想的我 那這是哲學家 一定思想過這個問題 到底我的理想 跟理想的我 是否有所接近 所以今天的話 若是說 我的理想 等於理想的我 那就是一個很深刻的意義 也就是幫助我們 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常常會想到說 我們常常用自己的理想 我的理念 我的想法 我的希望 我的原則 一個固定的模式 來衡量別人 我們常常要向她改變對方 我的理想是 我的太太切菜的時候 我懷疑是 彎著指頭切得不去切到手 我常常跟她講 在想說話一樣 你就切你的菜 你就吸力到碗 就不管我怎麼切菜 都怕怕怕她的 她的做事 常常往自己的理想 裹建在別人身上 這是我一般的情形 我的理想是這樣子 或者我只是哪樣子 那麼這不只是這樣子 同時我常常說 在教育子女的時候 你看別人家的那個David 他已經拉少一點點 比你多拉快一夜了 我盼望你的哥 拉得更好一點 這我把父母的 expectation 放在我子女身上 這個我的理想 我的model是這樣的 我的 expectation 是這樣的 也許我在工作的管理上的時候 常常說 唉唷 我希望我的理想 也能夠叫它成為公司 All right 我把這樣一個理想 放在這個意義 我盼望我今天的話 能夠在我的口機上的話 能夠更上一層樓 有時候會常是這樣子 同時的話 即使在服事的時候 我們常常希望說 我盼望我的 這個工作很有果效 但是我們卻常常忘記 神不只要工作 神盼望成一個 他的一個理想的功能 不只是工作 但也就是理想的功能 我不只希望有一個理想的夫人 盼望我們弟兄們見面 弟兄我能想說 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 夫人的理想的先生 這是不同的一個理念 我不只說我希望兒女們 成為一個理想的兒女 將來的話 名校畢業 我盼望能看到說 我成為一個理想的父 這有什麼有什麼不同 所以這裡面可以看到說 我的理想與理想的我 這兩個是一個不同的觀念 但是盼望在這個觀念裡面 我能夠來常常去思考 到底什麼是一個理想的我 能夠把那個真我活出來 就是今天與大家要共同的說 分享的信心 那麼我常常有時候說 我從來沒想到 我這個理想的我是什麼 我只想到我的理想 你想想看 我的理想一個空難 這變成空的 在傳道書上有這麼一句話說 傳道書 第一章第二節怎麼說 傳道者說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這表示說 或是只有我的理想要熟的話 那理想不然是穩得到 最後的結果 常常是一個虛空的震撼 所以我們要思考到這個問題 我還記得 我也曾經追求過 許多不同的理想 當學生嗎 當然重視學業 我追求我的學業成績很好 我的作業的話 偏偏割雷 我曾經在事業上 也追求過我的理想 我盼望我的事業真是能夠一漫風順 能夠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裡面 也能夠達到我自己所達到的標準 我當成家之後 我也希望我的理想是 我的家業能夠家道公補 退休的時候不用為了自己 為了我去擔心 他的私利1K是怎麼樣 這兩年股票的情況 實在是變化太大了 我不敢退休了 這是一個人的理想在這裡面 同時的話 我們也盼望我們的專業有所克長的地方 我想在座每個離兄姐的朋友 都有這麼一個影響在這裡面 我有朋友更有意思 不只是學業 不只是事業 不只是家業 不只是專業 還有術業 術業很多 秋天下午有一次術業 一到初天的時候 院子裡面到處都是術業 都是術業 工作已經很累 還在少術業 但是我的理想是風一大吹 術業都吹掉了 結果真是有一天 把室面都吹走 都吹到別人家裡面去 就是有時候 我們一切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呢 這些的地方 有些都會有所改變 而且我們常常是呢 在這個 當一個人沒有理想的時候 沒有就是怎麼想 理想到我的時候 只想到我自己理想的時候 常常會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們常常會把別人當成我們比較標準 就是這個情形 那別人呢 不一定說是別人 別人可能是 比如說一個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輩 或者是整個世界的風善 成為了別人 別人如此 世界如此 我就跟著如此 這是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理想 受到這樣的理想 這樣的結果是怎麼樣的結果呢 有兩個情形 第一個結果是我們思想被磨成特定的模式 日子好像被為別人而過一樣 同時呢 常常憂鬱不未發生的事情 常常憂鬱不未發生的事情 同時為了選擇 常受外界的影響 常有挫折感 同時呢 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都是別人的錯 這是一個可能的情形 第二個情形就是說呢 常常會問到說 到底我是誰 因為我們為別人而過 就那個挫折感 或者就世界的風善而過 為了就一個挫折感 在這裡面 若是一個人誠實來面對自己的時候 不一定要退休會的時候 退休會的時候 最好的時候來面對自己 就會發現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戴著不同的面具 我們讓別人看到 我們這次戰線裡面 都是戴著不同的面具 不只是我們的太太小姐們 做化妝品 叫cosmetic 這個cosmetic原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面具的意思 這麼一下子 我也有朋友 後來她找了 朋友的姐妹們 她找了錢都是誤給自己 後來她是不出門的 這是一個人要呈現自己 給別人看到的 不要看男生的意思 男生的面具 也許我們沒有像女士們一樣 想看看香水如何等等 但是我們多少都戴著一個面具 來自然之間 kes